想獲得世界第一的日本西元高校行進樂隊 說要來台 他們即將在今天晚間來到總統府的音樂會上演出 這行程滿檔的他們早上還先行 來到了圓山飯店快閃表演 信大批的民眾到場圍觀 甚至有學生的家長是遠從重繩而來 到場立體 音樂一下隊伍立刻動起來 整齊化儀的動作 踢腿踏步 通通難不倒一邊吹奏一邊跳舞 默契十足展現驚人體力和肺活量 敲筆動作 甜美笑容 超有活力 沖繩西元高校行進樂隊 受邀在總統府音樂會上表演 而20號早上也先行 來到圓山大飯店快閃 雖然低調沒有受訪 但學生們的家長可是遠從沖繩到場立體 家長滿是心疼和驕傲 西元高校學生其實有三分之二都沒有出過國 為了今年總統府音樂會特地辦了人生第一本護照 尤其來台前兩周 又遇上斷考 還得兼顧課業和練習 他們是有加入舞蹈然後定點表演 然後我們覺得一樣非常厲害 之前也有看過兒舉高校 然後看到這次由日本高中來 我就覺得很期待 回觀民眾都給予高度讚賞 這回西元高校來台行程滿檔 7月17號抵台後 18號還和總統賴清德見面 19號早上在101快閃 下午又與世新啦啦隊進行交流 20號早上在圓山飯店再一次快閃表演 緊接著晚上就是重頭戲的總統府音樂會 希望能夠在這次的音樂會 帶來更不一樣的一個感受 西元高校戰績輝煌 2022年在有音樂界奧林匹克之稱的 荷蘭WMC世界音樂大賽中奪冠 還曾在日本全國行進樂隊大賽中 創下五次第一名紀錄 繼橘色惡魔和翡翠騎士之後 沖繩西元高校的來訪 也再次刮起日本行進樂隊旋風 記者孫怡 張晨也台北採訪報導